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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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不明白电影里面除去故事情节还有哪些表现手法 哪些拍摄手法 哪些配色和美工 有几个人能懂老毛子对电影的诠释和把控 这些观众只适合看漏洞百出的肥皂电视剧 说到这里可能有人要喷我 拿那些所谓的高票房电影说是 但是当我们的审美达到一定的高度 真正懂得什么叫美的时候 我们就会真正懂得电影是什么 而你的婚礼受众群体是还在读书的00后 30号刚放假有时间去电影院约妹子看电影 约会 那一定是看爱情片 真正的票房贡献大军 要么在上班要么在回家堵车的路上 哪有时间看 等2号后 票房肯定会大逆转 酒香不怕巷子深 我看好悬崖之上和嗓飞 肯定会充顶当然 很多老戏谷的影片 在五一档的票房都比较一般古天乐的追虎情龙 剧情老套 江武和张宋文的反黑题材也是没有杀出重围 毕竟00后 都不认识这些明导跟影帝 就觉得 你的婚礼 这片名演员就刚好符合他们的口味 而想看明导影帝电影的都是70 80 90后 他们都在为生存 奔波劳累 哪有钱功夫 去电影院电影市场就是年轻人的市场 难得休息 谁愿意去找虐呢 所以通常肯定 全喜剧或清喜剧 爱情 类型的影片 上映几天后接下来就是看影片的口碑了 就是年轻人 但凡没有被现实生活拖累的人 基本上都会有那么一点冲动去看 恰好这类人占据了电影军的主力 张艺谋全部电影加起来 不如李幻英票房高 但不能说贾琳比张艺谋水平高 虽然票房不如 你的婚礼但悬崖之上 绝对是一部好影片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